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从这个方向上去 是金龙桥果汁站的方向 我们走吧 好陡呀 路边要上来了 这边还有一只大鸟 归作了微字形的长城 到这儿没有楼梯 木头阶梯 走这角路的时候要小心 这边好陡呀 温馨提示一下 女生走这段路 不要穿裙子 容易走光 太陡了 天气真好 真适合登高望远 小风吹着可凉爽了 快到山顶了 这里风特别大 一定要戴帽子或者是头巾 正好门 尽力上来了 这个地方过不去了 有个栏杆锁住了 不能再往前走了 看来我们得找下面小路下去了 紧去走到那个头那儿 有栏杆就走不了了 然后我们往回走一点 从这个底下可以走到城墙外面 走吧 我们走走看 风好大 我们从城墙里边出来了 现在到了外面要走小路 沿着城墙小路 我们继续走 这边树叶已经红了 好漂亮 这里有好多小花 小花丛中还有棵枣树 这个枣子好大 嗯 还很甜 哎呀 枣好大 拨开万绿丛 继续沿着小路走 有点抖 开始下山了 哎呦 走不动了 到处都是这么多枣 走几步就吃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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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本停不下来 这里竟然有栈道 这不知道是从哪通上来的 也不知道是要去哪 我们走上去看一看 八甲岭国家森林公园回应地 竟然有这么条小路啊 果然是柳暗花绵又有一村呀 红黄绿 几种颜色的树叶 这种圆圆的叶子就是黄炉 到了秋天也是特别火红火红的 岔子烟红 五昧无比 我们刚才沿着水关长城的城墙边的小路 一直走到了这里 这里就是八甲岭国家森林公园 我们到达了一个观景台 这边能看见 能看见金章铁路的巨字形的铁轨 还能看见百年老站 青龙桥火车站 青龙桥火车站是1908年建成的 1905年铁路之父张天佑修建金章铁路 水关长城是八甲岭长城的最动断吗 因为修金章铁路 把这个长城就给截断了 吃了一路的红枣 吃红枣的代价就是要被扎扎扎 各种被刺扎 不过走到这条小路上突然觉得好轻松啊 这里的红叶越来越多了 秋色越来越浓了 的野药 estaba洗了 一辎häng creepy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